欢迎收看超级研究所 我是今天的超级搜查员清涵 新的一年祝大家 龙蹄为你开财路 龙尾为你拂忧愁 龙尔为你撞龙运 龙背为你驼康兽 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到底 路人们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我们赶快go 这个路人想问一下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啊 你中听吗 不好意思在诗里再诗 就是路人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Sawadhi Bimai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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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k up 文文台 Nika 说国语 啊 我想要当泰国人搬去泰国啊 其实呢 我是泰国人 只是你不知道 身份证拿出来 不要下班好吗 嘉欣 嘉欣 找到了新的富宝版 股票是富宝版 多出一点国版 就是多去看一看 我们一起去泰国 对我们刚好遇到一个泰国人 假泰国人 你下次可以找他 感觉有很多的 变性人 可爱的 漂亮的 都一定都是男的 有啊 暴富暴美啊 不用上班 交一个 有天人当朋友 我自己会把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列清单 你的清单上有去泰国吗 本来有 但是现在再考虑一下啦 我希望就是 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赚大钱 为什么要说身体健康呢 请看我的桌布 为什么我腰会受伤呢 就是我平常坐姿不够端正 我现在就是一只虾 所以你的新年愿望 除了身体健康还有什么 我希望可以交男朋友 身高165以上 比我高就好了 就 我 我 我真的不贪心好吗 体重我也没差 但是提早20%以下 有健身的加分好吗 我 我 我真的不贪心好吗 希望今年可以买房 因为 买房要趁早 那我也有一个艰难的愿望 我希望今年可以长高 5公分 不可能 没有 那就今年多做一些这样的梦 我希望我可以瘦10公斤 也不可能 祝大家赚大钱 对 新年快乐赚大钱 钱越多越好 新年愿望 我觉得 最重要的当然第一个身体健康 当然是大家要赚大钱 现在来一点真心话 过去一年 对我们 Cassie 还有边妹 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犀利了 我不敢说不满 我们只有满满的感谢而已 你刚才不错 来 给你 哇 钱钱 赞啦 新年愿望就是世界和平 因为世界和平股票就大涨 对 现在到处都打仗了 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还好还好 一单诗一飘饮就可以了吗 钱啦 够用就好了 对啦 我要生一个小龙女 那你希望她是什么星座的 希望 跟我一样水平好了 对不起来 现在要开始努力了 其实新的一年呢 也没有什么多大愿望 毕竟在物质的部分 已经得到了完整的满足 就是我们千海越来越漂亮 终于听到一个最的愿望 她原本是从一个熊猫 现在变成一个辣妹 实在是太厉害了 谢谢老师 但是好像没有很加分 2024 最为一个小小的愿望 龙飞凌霄 财富自由 我很常看到利游 每次都是作为最晚下班的分析师 当然我们为了粉丝朋友 一定要 谋福利嘛 认真的研究股票 所以不是因为 不想回家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今年的新春愿望 给全台湾人 全部都发大财 哇 那给龙飞燕的家人 健康平安 给龙飞燕会员 新的一年 股市 长盛 赚大钱 你对一路支持你的粉丝朋友 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这个真的是太暖心了 我必须要讲 不管你是 热情的黑粉 还是不热情的黑粉 或是真实的粉丝 我们都还是抱持感恩的心 有粉丝就代表 我们还是有人愿意看的嘛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不是我的钱啊 不是 希望大家都能持续的获利 多持续的赚钱 明年我们会继续努力抓药股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当然呢 希望的每一个股民 每一个投资朋友 在股票市场操作 顺顺利利 国泰民安 然后大家身体健康 发大财 新的一年我会有新的表现 还有不同的风格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继续保持平常性 随时随地保持 all in的状态 2020是一个复杂的一年 但是我认为 上半年这个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感谢所有忠实的观众 支持林和宴 那财神爷今天赐福给你们 也赐福给林和宴所有会员 那一路以来 你们的支持 林和宴感受到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股市发大财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 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就是你